那有关于特朗普集会现场出现枪声的最新消息 马上连线在洛杉矶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杨平均 平均你好 对于特朗普此次预袭的事件 现在各方都有哪些最新的回应呢 帮我们赶紧梳理一下最新的情况 特朗普这个预袭的事件 可以说目前看到是有一名枪手已经死亡 然后包括一名民众也是已经死亡 目前特朗普情况安好 那看到特朗普实际预袭事件发生之后 各方都纷纷予以关心跟提到这件事情 包括前中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也通过发文表示说 很庆幸特朗普是安全地谴责了这个暴力事件 目前我们看到总统拜登终于做了相关的回应 就这一事件 特朗普拜登表示说已经听到他平安无事一切都好 他非常感激 他为他的家人以及所有集会人祈祷 他将会等待进一步的消息 拜登跟他的妻子集合感激特勤局 拯救了特朗普整整的事情 并谴责了暴力在美国没有容身之处 必须要呼吁所有人团结起来 谴责暴力事件 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我们看到说的确是各方都在不断的讨论 尤其在竞选到一个目前非常关键的阶段来讲 这件事情是否是一个独立事件 还是说是一个有人专门策划来讲的 而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 拜登的竞选团队 已经撤下了所有的电视的广告 因为电视广告里面是充满了 是对于特朗普的攻击 所以从另一方面看到说 目前竞选到这个份上 双方进行都是相互攻击的这样的一个竞选 好的了解 也谢谢平均带回来的最新消息